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兑换成人民币回国花吧 因为人民币又跌了 一来一去仅仅两天 你就净赚百分之16 巴菲特曾经说过 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过去几年 土耳其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太多的经济问题 高通胀 高外债 高政府赤字 这三座大善 早已经将土耳其经济推到了悬崖边缘 最终 一场危机将所有打回原形 土耳其是否会引爆全球性进入危机 各位老铁 你们怎么看 下方有选项 赶快去选吧 事实上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价格波动而引发了集体哄抢事件 最惊心动魄荡气回场的还要数 中国大妈与华尔街大恶之间的交锋 2013年在美联储的收益下 经过一年的酝酿 华尔街收低大刀 导致金价在四月大跌 可是半路杀出一局神秘的中国大妈 华尔街卖出多少黄金 大妈们就收多少黄金 导致金价创下2013年最大战日丈夫 666虽然大妈最后还是被套牢 但是这件事之后 中国大妈走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华尔街日报甚至都专门创了一个英文单词 大妈来形容中国大妈 再看今年以来黄金的表现 别说避险之王 堪称是一块废铁 人间弃用 甚至有人嘲笑说 黄金啊黄金 看你那德行有08年的680美元美洋词 等你下来哦 周四找盘黄金短线经线闪布 果然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短短半小时内暴跌10美元 尽管近期的金融市场不太消停 在全球股市汇市大宗商品都很衰的时候 美元是一直独秀 脱下了起王者地位 简直堪称一部关斗大戏 让你不禁想起了沿袭攻略里的黄控 平时贤量书泽温文尔雅 但防不住被黑化的飞瓶们 有各种阴照 一记左勾拳右勾拳 一句惹魔我的人有危险 最后被打得一路溃败 脸是两冠 难不成你黄金 如今野心如死灰 要跳楼自尽呢 哎 心疼黄金三秒 为什么会这样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也许有人会说是 battle战啊 美元升值啊 黄金库存大啊 经济刷退等等等等 但是 当你打开AC1C1的MT4黄金月线图 你会发现 黄金正在走的是一个月线级别的头肩顶 而且这个头肩顶由于处在半山腰 更像是一个熊脸的大空形态 可以看到一个熊脸悦然至上 并且是深深的嘲笑着想抄地的多头 不过别激动 既然是头肩顶 解消息就会有突破的一天 周四 黄金就终于爆发了 你看看 从1160直接反弹到了1181之上 你以为黄金就这么领合饭了吗 哈哈 没想到吧 还没到饭点呢 欢乐的时光那么快 又到了时候说拜拜 我谁姐 我们下期接着